截至7月29日临时,香港已连续8天每日确诊新冠肺炎个案突破百例,累计总数突破3000例。 特区政府防疫措施再度收紧,7月29日是香港新一轮防疫措施实行的第一天。 当天全香港所有餐厅均禁止堂食,只提供外卖服务。这是香港近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。 在港岛一家知名的餐厅外,大门上贴着外卖营业的时间,旁边的架子上放着点餐单供食客自取。 往日熙熙攘攘的餐厅内,此刻异常冷清,大厅内连吊灯都没有打开。 到今天都有很多客人上来,有没有查人,因为我们开了个门, 但是我跟他们说,因为要叫他们看政府看电视,政府公布了,可以饮茶, 你们先上来,现在上来都没用,我们都是只供应外卖。 受疫情影响,特区政府曾一度限制餐饮业,只提供一半的座位, 随后收紧至晚六点至早五点不提供糖食,最终全面禁止糖食为期一周。 喝早茶看报纸是不少香港人的习惯, 如今全面禁止糖食,让很多人都不适应。 香港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,自己已经快要六十岁了, 这么多年来,全面禁止糖食是第一次见到。 而只提供外卖,也给一些特殊人群带来了困扰, 整日在外奔波的出租车司机就是其中之一。 临近中午,不少餐厅门前都排着长龙,工作人员熟练地打包, 顾客接到外卖以后,心色匆匆地离去。 商场旁边的座椅,立交桥下的花坛边上, 都可以看见有人打开外卖盒就地用餐。 当天生效的防疫措施,还包括户外聚集人群不得超过两人。 户外必须佩戴口罩,关闭体育馆,游泳池等。 政府呼吁雇主实行弹性上班制,市民尽量待在家中。 现场可见,往日热闹的大街,人流明显减少, 也不再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。 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,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。 但是面对防疫措施带来的不便, 香港市民却种旨成诚,同心同行。 现在大家忍耐一下嘛,这些,是吧? 理解的,都是安全起见而已。 那我们都需要配合的,希望疫情快点过。 人种很容易适应生活的,最重要是健康和安全。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苏绝际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